戴著黑色帽子在親友的摻扶下走入殯儀館香宴 她是三重祖孫命案留性婦人的大女兒 低著頭情緒相當悲痛 沒想到心愛的母親妹妹和三歲的男童 竟然已經城市屋內好幾天 還有要說什麼嗎 不像前一天對於案件侃侃而談 似乎受到的衝擊真的不小 結束香宴後 成姓女子也不願再多說什麼 傷心離開板兵 但鄰居卻透露外婆曾反映二女兒的丈夫 對男童不友善 而社區保全也覺得奇怪 明明經常交外送的一家人 怎麼這幾天都沒有到大廳拿餐點 那個女的常常會叫外送 或也是會打招呼 這幾天沒看到人 三命死者由於身上沒有明顯外傷 白衣高大臣推測 死因有可能是勒弊 至於為何要用棉被蓋住 高大臣說因為遺體肿障礙 可能也掩蓋身體的傷 透過解剖就能還原三名死者 生前到底經歷什麼 TVB新聞高本麗 黃靜芬 陳家彤 SNG小組 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